第204集 第204集 各家各户各个周棚师周的粮食银两树 乘进了宫里 师银最多的是陈王妃 师粮最多的是古云山 周景然慢慢翻着看到最后伤感地叹了口气 陈王妃的银子里除了她的嫁妆 还有靖北王妃的嫁妆 这是为陈王赎罪 更是为儿女积福 古云山的背后是李小暖 只有她才能有这么多的银子 才能有这个眼光见识 赶在去年封年收粮存粮 存下了这么多的粮食 两这路商人肯将手里的粮食 评出来给官府 也是因了她 周景然站起来 走到窗前 背着手 看着窗外满池早占的粉和白莲 好像就是从那一年起 她就爱上了这荷花莲叶 那荷花亭云立 风姿绰约 有她的行 却没有那份灵动 她知道她的用意 更不忍为了她的心意 表彰的旨意 很快自宫中传下 古云山大义为民 积倾其所有 救助百姓 可作名副之表率 封一品 宁国夫人 隔几天 太后去福音寺还愿起福 特意叫了周宛若进去 陪着上了香 细细地说了半天话 又命她陪着吃了一顿素斋 从春节以来 就大门紧闭的金甲 因为古云山的风罩 而显得更加沉闷 金老太爷 变古之离地 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听小孙子 清晰缓慢地 念着抵抄 慢慢叹了口气 睁开眼睛 看着垂首 视力在床边的儿子 声缓气短 念叨般说道 金甲 等了两三代的机遇 就这么毁了 毁了 古家二女婿 那个郑姬鱼 生了礼部 左侍郎 你听到了 金老爷低垂着头 大气不敢出 仍姬九十个聪明人 有大智慧 急流勇退 为儿孙让路 金老太爷 尸神般念叨着 十个聪明人啊 遥让路 当断则断哪 金老太爷 窝着眼睛 望着屋顶 半生 猛地转头 看着金老爷 冷冷地问道 争气酒 能为孙儿让路 你可做得到 金老爷 忙跪倒在地 哑着嗓子 答道 哎呀 父亲吩咐就是了 儿子 就是死了也甘心 不用你死 我死了 金家 全部基业 家主之位 就交给木儿 金老爷 愕然看着父亲 金老太爷 看着二孙子金志庆 缓缓地说道 孤家恼着金家 如南王世子妃 金老太爷 骤然感慨万分 黎家 黎家女子 拔进江南地气 先黎老夫人 令人敬仰 世子妃 黎氏小暖 清除于懒 生生把个死人 翻成了神 把骨家 翻成了元徽朝 一带的名门 他闹着金家 金家这几十年 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金老太爷 用力过猛 引出一阵 剧烈的咳嗽 金老爷 忙西行上前 抚着父亲胸前 金老太爷 喘过口气来 看着儿子和二孙子 叹着气交代道 至于死地而后生 金家一脉 全在墨儿和御书身上 还有颜儿 女子亦不可小事 看看黎家这两名骑女子 我死后 你们带着全家返乡首领 就劳死相见吧 赤阳 让他替杜出家 替我收一辈子粉地去 小妾书子 不要记录金家族谱 让人带到南边 交给你弟弟 带着出海 不要再回来了 金老爷 哽咽着 流着眼泪 不停地磕着头 金老太爷 恨恨地盯着他 你听好 老子的话 你再敢违背了半分 我做鬼也不饶了你 你那媳妇 再敢妄为 老子一根绳子 勒死了他 金老太爷喘息着 半晌 才透出口气来 半个月后 金老太爷病死 临死前 有礼部转了一辙 要儿子 为自己守灵十年 要长孙金智阳 为自己 剃度守坟 抽井然恶然之后 笑了一阵子 又感慨万分 再折后 披了一个诸红的准字 前纪远 做了国子间纪酒的 头一件事 就是明折上书皇上 要为古志恒证明 折子后 附了自己 为古志恒写的小传 洋洋洒洒上万字 自诩 为平生第一得意之作 周景然将折子 发给了岩相 汤相和六部 却未知可否 这折子和小传 翻抄到了底抄上 堪行到各路 短暂的几天沉默过后 请求证明 甚至标说古状元 显灵的折子 雪片般 飞进皇城 周景然应天顺时 下了诏书 先皇 慎静之 曾驴浅内侍司迹 追赠太师 嗜好文正 则礼部四十祭祀 云龙舟 岳舟 见此以四之 直到年底 乘客才带着清卫 风尘仆仆的自北三路返回 周景然由千月等人护卫着 悄悄出城 迎出了几十里外 礼部却没有什么得胜庆贺大典之类 皇家骨肉香残 以致百姓离苦 是没什么好庆贺的 李小暖带着阿笨 早早等在二门外 乘客在府门口下了马 急步冲进大门 迎着李小暖 满脸灿烂笑容 阿笨在李小暖怀里 扭着头 好奇地看着乘客 见他一路冲过来 忙伸出两只胖手 挡在前面 阿布 李小暖笑着 拍着阿笨的手 那是你父亲 不认得了 乘客伸手 从李小暖怀里 接过阿笨 这么重啊 你哪里抱得动啊 往后呀 别抱他了 阿笨伸手揪着乘客的耳朵 一边用力往外扯着 一边恼怒地大叫 付坏 不要付 哎哎哎哎哎 哎呀 臭小子 松手 乘客 忙将阿笨往外举着 李小暖笑着 拍着阿笨的手 母亲抱不动你了 要是不让父亲抱 那就自己走回去 阿笨 阿笨委屈地嘟着嘴 颠量片刻 乖乖地窝在乘客怀里 乘客一只手抱着他 空出一只手来牵着李小暖 一路低声说着话 往锐子堂过去了 有末时分 奶娘抱了睡着的阿笨回去 乘客 长舒了一口气 这臭小子 天天都这么缠人呢 平时哪里抢得到啊 今天不过是你回来了 老祖宗 父亲和母亲 让他多给你亲近亲近罢了 平时啊 一早上老祖宗 要带他练土纳 午饭呢 母亲一定要看着吃 吃了饭 父亲要带他去先生府上念书 晚上回来 隔天要 乘客心不在焉地听着 伸手揽过李小暖 一边低头亲吻下去 一边含糊着说道 这也好 小暖呀 我想你 一闭上眼睛就梦到你 哎 你想我没有呀 屋角昏黄的灯光 拢着满屋的温暖和暧昧的气息 李小暖赤裸的上身 泛着一层秘密的汗珠 浮在乘客胸前 声音绵软 含糊的 仿佛汪着水 我累坏了 明早 又起不来了 嗯 明天我替你告病 小暖呀 让我看看你 就看看 第二天 李小暖 勉强爬起来时 已经是沉震过后了 乘客 神清气爽的 靠在床头 伸手揽过他 轻轻笑着 有些底气不足的 低声说道 什么时辰了 你 哎 早了 还早了 小暖的 让我看看啊 就看看 你别动 你歇着 让我 哎 就 就进去一会儿 禅异 带着小丫头 远远守在正屋门口 看着太阳 一点点升高 昨天 爷吩咐过 没听到召唤 谁也不准进去 这会儿 都日上三杆了 乘客和李小暖起来 沐浴洗漱 略吃了一点东西 乘客换了一件 银蓝底 蛤丝长衫 看着李小暖 换了一条 银蓝素绸食服裙 一件银蓝底 绣粉红芙蓉 齐腰短袄 满意的点点头 产意 取了两件 银蓝紫雕斗篷 事后两人穿了 乘客轻轻揽着李小暖 出了院子 在二门里上了车 往宫里去了 内室引着两人 一路往后花园进去 玉叶池旁的暖阁里 周景然穿着一件 银白翻毛长衫 挥着一只钓杆 正在戳来戳去的钓鱼 乘客牵着李小暖 跟着内室进到暖阁里 就要跪到磕头请安 周景然扔了吊杆 不耐烦的挥挥手 不要跪了 快起来 跟你们说了 是家宴 还跪来跪去 你也不嫌麻烦呢 乘客也不理他 固自拉着李小暖 行了磕拜礼 站起来 又长衣到底 笑着说道 皇上的家宴 也是国礼 马虎不得 周景然脸色沉了沉 转头看着李小暖 妹妹啊 你可别跟他学着啊 李小暖谨慎慎地 看着周景然 心念微动 笑着答道 我听四哥的 周景然大笑起来 点着乘客 我就说 你跟小暖比啊 差得远呢 你到底是个俗人 周景然笑着 让着两人坐了 那时送了各式新鲜菜肉 又放了一只 红炉火锅子上来 周景然指着锅子 鱼羊锅 还有鹿肉 这呀是椒菜 小暖说过 这火锅呢 少不得椒菜 李小暖含着微笑站起来 四哥 要说这吃锅子 我最有心得 还是我来侍候 这哪个先方 哪个后方 可也是有讲究的 周景然挑着眉梢 这有讲究呀 上回倒没注意这个 李小暖站起来 从内室手里接过酒壶 闻了闻 笑着 吩咐道 有上好的黄酒 取来一些 再放一些姜丝 要多多的 取一两冰糖 再取把大一些的饮酒壶来 就放在那边 红你小炉上 现煮现喝才好 内室 瞄了周景然一眼 急忙退了下去 片刻功夫 李小暖要的东西 就都端了上来 李小暖看着人 煮了一壶热黄酒 亲自直壶 给两人 蒸了大半杯 周景然端起杯子 喝了一口 舒服地 吐了口气 黄酒这么喝 果然大不一样 李小暖站在桌边 一边蒸着酒 一边侍候着 涮着火锅 周景然喝了两杯酒 示意着内饰 哎 学会了没有呀 李小暖笑着 将酒壶和涮火锅的成块 递给旁边的内室 坐了下来 周景然也不让李小暖喝酒 只和乘客一杯杯 喝着热热的黄酒 说着一些朝里朝外的闲话 李小暖安静地听着 也不多话 看着两人喝得微醺 让人取了三碗 闭个米饭过来 四哥天天辛苦劳累的 这一日三餐呀 饭一定要多吃一些 米谷呀 最是养人不过了 哎呀 小暖还惦记着四哥辛苦劳累呀 嗯 四哥做的可是天下最累最苦的活 饭一定要吃好 李小暖仿佛不经意地答道 周景然呆张了片刻 伸手接过壁梗米 乘客瞄着周景然 轻轻咳了起来 周景然转头看着满脸苦恼的乘客 突然心情大好起来 内室撤了火锅 奉了茶上来 周景然笑咪咪地看着乘客 哎 听说先生见到阿笨就头疼 乘客呆了一下 转头看着李小暖 李小暖皱着眉头 掂量着达道 嗯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阿笨爱思书 周景然瞪着眼睛 一口茶呛了进去 半晌才大笑着说道 真不是大事 要是思书呀 也就是思书了 四哥不要笑 两岁不到的孩子能懂什么呀 别说书了 就是银票子照样说思就思 他眼里呀 都不过是拿来玩的东西罢了 那张纸是古书还是银票 还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都是大人眼睛里看到的 小孩子可看不到这些 倒真算不得什么大事 四哥那几位皇子公主 只怕也一样呢 周景然连脸笑容 挥手秉退了暖阁内 事后的内饰 看着李小暖 慢吞吞地说道 你四哥的皇子公主呀 个个超凡脱俗 不会说话就知道孝敬你四哥 不会走路呀 就知道心怀天下 李小暖听着周景然话语里的冷意 沉默了半上 才滴滴地说道 皇上也是从皇子过来的 四哥也知道 皇子毕竟和百姓家不一样 周景然抬手指住 正要说话的乘客 直直地看着李小暖 小暖呀 四哥知道你与这世人不同 你说这皇家 真就没有父子亲情吗 李小暖看着周景然 沉默了片刻 滴滴地问道 四哥说呢 周景然缓缓靠到椅背上 茫然地看着窗外清冷的湖面 暖阁里静默地让人心慌 半上周景然转过头 满脸苦涩地看着李小暖 你看得明白 无论如何呀 不会嫁入皇家吗 嗯 乘客眼底闪过一串明了 吹下眼皮 李小暖满眼小心地看着周景然 滴滴地嘟囔道 有四哥这棵大树 日子好过 阿笨也不用多出现 不学坏就好 就是别让小客再出去了 要不让我跟着一起去 周景然的眼睛慢慢睁大 点着李小暖 你 哎 拟了半晌 也没说出话来 只俯着额头往后倒去 三人喝着茶 说了半天的话 周景然又陪着两人去万寿宫 给承太后请安 万寿宫是太后的居处 承太后虽说并不愿意搬离运翠宫 却也没多说半句 礼法规矩 于她更要守好 万寿宫里正热闹着 贵妃孙时 代时 淑妃张时 新纳的几位嫔 带着两个皇子 一位皇女 都在万寿宫里 承欢凑去 敬着孝心 随着内室的通传 正热热闹闹 疏笑着的殿内 一下子鸦雀无声 连刚满周岁的二皇子周世敬 也小心地 浮在奶娘怀里 安静地 一声不敢发 李小暖心底 伤感地感叹起来 到底是帝王之家 只有礼法规矩 乘客在殿门口顿住脚步 垂着头 就要往后退去 这满殿的嫔妃 她跟进去 似乎并不合适 周景然转过身 一把拉住乘客 漫不经心地说道 哎 你也越来越迂腐了 承太后从正中踏上 直起身子 招手叫着乘客和李小暖 过来这边 我正要有事要问你呢 乘客连声答应着 满脸笑容地 跟在周景然身后 往殿内进去 孙贵妃 代贵妃在前 引着众人屈膝 给周景然见礼 乘客和李小暖 垂手让到旁边 等众人见好了礼 才上前几步 给成太后 磕头见礼 周景然坐在 踏前的扶手椅上 看着两人磕头请安 乘客磕了头 起身退到周景然身后 垂手立着 李小暖含着 温婉恭敬的笑意 退后几步 恭恭敬敬地 给孙贵妃 代贵妃和张淑妃 屈膝见了礼 孙氏和代氏 瞄着成太后 亲热地扶起李小暖 张淑妃瞄着代氏 也跟着亲热客气地 让着李小暖 孙氏轻轻热热地 上前拉着李小暖的手 将他引荐给 几位新敬畏的嫔妃 我们下期再见 先热地 我安 提高 麾 明文 靓 5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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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暖